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范例2 预了解深波如何在金属中传播 可利用简化的一维模型 将金属原子视为质量M的小球 以间距D排列成一直线 且相邻两个小球间 以弹性常数K的弹簧连结 它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金属它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原子 那我们都有听说过 其实声音不是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它也可以在液体和固体中传播 那声音它是一个疏密波 所以它会有把那个空气挤压 然后挤压弹回来 把那个压力这样传播出去 那就是我们的声波 同样的在固体中 我们也可以产生一个声波 但是这时候挤压的是这些固体中的原子 所以这个原子它可能会挤压 然后再弹回去 所以就有点像是弹簧这样子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一条线 一个直线上有金属 有这个金属原子 那金属原子之间呢 有弹簧这样子 用弹簧的类比 它们之间的排斥力 太靠近就会排斥弹回来这样子 那这个弹簧的弹性常数是k 那它想要用音次分析呢 来求它的声音的速度 求金属中的声速公式 好那么怎么样用音次分析来做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就是最后想要得到的目标 是一个速度v 然后它可以用 题目给的质量m 兼具d 和弹性常数k 来组合 首先速度它的音次呢 是长度除以时间 它是长度除以时间 那么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看看abc 诸选项 哪一个它的音次也是长度除以时间 那就有可能是答案 像a的话它是 金属原子的间距d 乘上根号k除以m 这个d它的音次呢 是长度 这个m质量 音次是质量大m 可是这个k呢 这个k它的音次是怎么样呢 这会用到我们以前学过的虎克定律 虎克定律说 弹簧的弹力 跟生长量乘正比 那个正比的比例系数 就是弹性常数k f这是弹力 等于k乘上生长量 这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弹簧升越长 弹力越大 然后生长量和弹力的倍数 是弹力常数 透过这个公式 虎克定律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个k它的音次 弹性常数k 它其实可以就这样表达为 力除上生长量 那我们知道力的音次呢 在我们前一个影片有介绍了 它其实力的音次就会是 质量的音次乘上 长度的音次 再去除以时间的音次平方 底下呢 分母 分母是生长量 生长量是长度的概念 所以底下是除上长度的音次 所以最后 我们的弹性常数的音次 就变成了m 然后除以t平方 然后除以t平方 因为我们的长度消掉了 所以最后变成了mt-2 这样就出来了 我们就知道弹性常数的音次 原来是质量 然后除以时间的平方 那继续回到a选项 那所以a选项呢 它的音次就会是 长度乘上 这个是生长量的音次 不是生长量 弹性常数的音次 这是除以质量的音次 结果是lt-1 对不对 这个因为我们的m消去了 我们的m在根号里面消去了 那所以根号里面剩下 根号t-2次方 开根号变-1次方 诶 这个不就是 跟我们的速度的音次一样 那所以a是有可能的答案 所以这个a呢 它透过这三个参数去组合之后 它的音次是跟速度一样 那就代表a有可能不是答案 我们可以看看b b的话它是长度 然后乘上根号 质量的音次 再去乘上力常数的音次 结果会变怎么样 结果会变成 长度乘上 质量音次 然后 再乘上速度音次-1次方 这个就不是速度 不是啊 时间的音次的-1次方 这个就不是速度的音次 所以b选项是不对 c选项呢 c选项的话是 根号的 长度音次 乘上质量音次 再去除以 立常数的音次 结果是 L 1 2 t 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不是啊 所以自己去检查看看 其实珠汉1也不会是速度的音次 所以这就叫做音次分析法 它透过我们只是看它的概念之间的组合 物理量 长度 质量 和时间 去组合出来 那看看会不会等于我们的速度 我们要的这个速度的音次 如果是的话 那就代表它是答案 所以这题就是在考这个 判断音次 所以答案是A 那么 如果说今天题目没有给选项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种音次分析的问题 好 马上练习2来看看 它说呢 这个单摆 就是左边 右边这个单摆 它的摆 的周期 周期就是要 反 荡回来一次的时间 摆一次的时间 摆过去再摆回来这样算一次 它是 时间的概念 它的周期跟摆角无关 故可合理推论 单摆周期 可能会跟这个摆长L 摆垂质量M 以及重力加速度G有关 那它假设 假设说我们的周期是 K L A N B G C 然后K是无音次的一个比例系数 就是它没有音次这样子 那 请利用物理量的音次分析 找出ABC 就是这个A次方B次方C次方 得到正确的关系式 好 那么 它的周期 我们刚刚说它是时间的概念 所以周期的音次就是 时间 它刚好代号也是大T 然后这个L是摆长 摆长 摆长就是长度的概念 所以它的音次是L 好 质量 摆锤质量 质量的音次就是大M 就是质量 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也是加速度 每秒 速度变化9.8 它的单位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所以它其实是长度 然后 时间的负二次方 它的音次是这样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些组合起来 T应该要等于 L 的 因为K是没有音次 K没有音次就不用写 我们如果用音次分析的话 T 就会是 长度的A次方 因为这里有A 所以底下长度 L L A次方 长度叫A次方 然后呢 质量呢 B次方 还有 这个重力加速度 加速度呢 音次呢 C次方 最后最后的结果是 等号的左边 要剩下时间的音次 等号的左边 要剩下时间的音次 好 所以 L A次方 乘上 N B次方 乘上 L C次方 乘上 时间的负二 C次方 经过整理以后 变成L的 A加C次方 乘上 质量的B次方 再乘以 时间的负二C次方 最后要等于 时间的一次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呢 因为左右两边都要时间一次方 所以C就会是 负二C就会等于1 C就是二分之 负二分之一 然后呢 这个 A加C 要等于0 因为左边没有L 左边L是0次方 所以 A加C要等于0 A就会等于 负C 也就等于二分之一 还有M M这个 M的B次方 这个B次方 也要等于0 所以B次方等于0 这样子 好 所以最后呢 其实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C和A了 然后B 其实就是0 所以最后我们的答案是 T等于 K的L A次二分之一 M B是0 G C是负二分之一 所以最后变成 K的 更好 L出一句 好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 应用音次分析 有的时候 物理学家他可以 只是 只是猜测 这个 物理现象 它跟什么因素有关 然后 然后呢 透过组合这些因素 组合这些参数 他可以透过音次分析的方式去组合出 接近正确的一个结果 这只是看它的概念 左右 等到左右两边的概念 最后都要是时间的音次 在这个情况下 最后的情况 左右两边都要是时间的音次 所以最后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 小 并 并 的 并 谢谢观看